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過了來廣州河南地,同福中路這邊 我鏡頭所拍的這個丁字路口就是同福中路和解放橋 這個丁字路口,在解放路由北往南跨過那條解放橋 一路走過來這邊就是同福中路 這裏原來很大一塊工地又不叫爛地 我可能準備起樓,暫時要先停車場 我記得這裏是有一間工廠的同福東 我現在往西走同福中路,有福同響 再往前走幾百米就有一條叫福長路 那條福長路也是廣州人很喜歡聽的 有福有吉祥 同福中路就很窄的 幾十年的路面都沒有怎麼變 路的兩邊就建了很多新樓 包括對面拍攝那些政府的辦公大樓、寫字樓、宿舍大院 對面,對面勵牌也是排隊做著核酸 現在廣州就是說病毒防控就常態化了 有一點點以病毒動存那種感覺 反正哪裏發現立刻管控、封控哪個區域或者哪一棟樓、哪一條行 西分到進去每家每戶 其實這條同福中路和南華、西、南華、東是平行的這條路 我走到這裏就有一條橫街窄行叫做望龍里 龍里六號就有一座保留下來的舊鎮市的居民老宅兩層的 這些在廣州舊鎮時老城裏面最多的 這些叫做小陽樓又叫做唐樓 市面上真的車多了 因為廣州市原來最緊張的白雲區都全部解封了 剛才有一條望龍里這條叫銀龍里 這條銀龍里進去其實就是佔口市場裏面那些老街窄行那些街市來的 走到這裏有一間黃金豆漿精小籠包的早餐店 這裏走進去就有一條短短的就是叫做翠和里 這條叫做翠和里 龍福中路這個翠和里街口走進來 由南往北 一路走過去就是佔口市場 這邊就是翠和里一號 這些都是河南地居民的私人住宅來的 有錢就可以外場貼很多的紙皮石 弄得很漂亮 也有細細座 很殘舊的老宅 我一路走進來 這裏有一條橫巷掘頭的 基本上那些老宅都拆掉了 我還看到裏面 有一座阿背頂的青磚老宅 在所有那些高高的身宅的包圍之下 屋頂大門的橫樑上面 還保留了一塊木雕 這些木雕是舊時候 廣州老宅的鎮宅木樑 可能我拍得不太漂亮 上面那塊木雕也很漂亮 這個叫翠和里八號 這座老宅難得有青磚老宅 麻石做地基 老闆 你好 不好意思 打擾一下我拍這些青磚老宅 這些矮腳門燙籠木板門 估計還有人住 不好意思 有人住的 裝修得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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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面有一個 一進去就頭廳那裡有一個 木板 好像金漆木雕的屏風 這裏就叫做翠和里八號 這條挖頭巷我走出去 這邊兩邊的門牌就是有單數雙數 翠和里十號十二號 我走出來這條 繼續是翠和里的橫街這裏 河南地 舊鎮時 可能百多兩百年前 這裏基本上都是些農田 或者是些河沖 河網的地方 這裏的門桌 跟廣州的西關那裏不同 這些都是矮矮的 好像舊鎮時那些村民建的私人住宅 我走出來這裏就是一條寶珠南 那裏面的橫街紮行那些街名 你聽到都舒服 很有意頭的 什麼 翠和里共和里 補珠南 還有補善里 安居里 安善里 等等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些街名就了解到 我們舊時候廣州人傳統 凡是起名、起路名、起街名 都很講義頭的 一定要取一個 聽下去很耳頭的諧音 那我再走進去就是安善里 那我現在再轉過來這條 叫做寶珠里 那我又走進這條寶珠里這裏 看一看 寶珠里走進來 就有一個共和里 共和里 港口就有一個公廁 那這裏就估計是那些 私人業主 拆了一件 拆了一個舊樓 那就在建新居 那在內街窄窄的地方 這些是寸金尺土 這些地皮是很值錢的 那有些網友 會留意 其實廣州老城區裏面 很多的公廁 那有些網友說 現在的屋裏面有沒有廁所 那 基本上大部分都改裝了有廁所 但是有些老宅 它裏面還是只能夠開小 不能開大 開大的 你都還要出來廣州的公廁 所以在這些老城區裏面 很多很多這些公廁 很方便的 但是如果你去到天河 新區那些地方 或者是城中村 就很少見有公廁 因為那些基本上都是上個世紀 八九十年代建的時候 河南地 戰口附近的居民的老宅 所以 你看到這些屋 基本上都是上個世紀 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建的 河南地 戰口附近的居民的老宅 那我現在走的 這條就是共和里 十四號 那我 一直這樣 順著這條共和里 這條共和里 又左鑽又鑽 變了由北往南 那繼續 出來這裡有個 街的路牌叫做共和里 那這條共和里 二十一號 那這裏除了現在建屋 比較重一點 平時很清淨很寧靜的這些地方 那原來共和里 不好意思 共和里和翠和里 是兩條街是相交的 叫共和里 那這裏有個旗牌室 那老城區 人口老齡化 很多上一年多的 或者是五六十歲的 沒有工作的 那天天打牌 消磨一下時間 這個旗牌室 裏面開四五圍 共和里 16號 村民重新建的新宅 旁邊就有些老宅 共和里22號 這個矮矮的 你說一層又可以 兩層又可以 那它又不是瓦杯頂 它是平房 那這些 估計都是上世紀 六七十年代的時候見的 一直都沒有改過 那這些屋裏面 你說這屋裏面有沒有廁所 我想應該沒有廁所 這些屋 所以 方便便要去公廁 共和里 翠和里 嵌口裏面的寶珠藍 這些來街橫行 基本上都是被附近的高樓大廈包圍住的 從福祥路 同福中路 萬華中路 回龍路 這些包圍住這一片的嵌口社區 那我一走過來 這裡又有一條街名很有意思 走過來就是一條寶貝里 寶貝里 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 我覺得這裡的街名真的很有意頭 寶樹里 這條寶樹里走出去也是共和里 我估計 有一座青磚老宅 很大座 門面不是很闊的 單開 兩層 上面一個小陽台 但是它的盡心 大概都有十幾米深 窗尾上面那些石膏線的裝飾 你就知道 以前這戶主人家 都頗有錢 在民國或者清末民初的時候 住這些屋 住這些屋的人都不會很窮 我現在鏡頭一路拍過來這邊 又叫做寶珠里 我又走過來寶珠里 拍著那座高樓大廈的 現代化的高尚住宅 好像是福祥路那邊 一個樓盤 很大一個樓盤 有錢當然是樓上樓 買了這些高樓大廈 如果沒有錢 就住這些矮矮的民居 或者租這些民居 租的就相對便宜很多 寶珠里又轉了出來 這個箭口藍這裡 箭口藍 這邊其實我拍過很多次 這裡是一個大的雜市 很方便 住在這裡你出來買什麼都有 這裡就發現一個民國時候 流下來的門牌號碼 叫做海童分局 石路頭15號 門牌就真是文物 這些是民國時候的門牌 才有這麼詳細的 銀龍里這裡一路由南往北 出回去就是同福中路 剛剛我在同福中路 翠和里共和里 寶珠里安善里 居兒里這邊轉了一圈 左村右村 拍了很多的路窄 那我現在就走出來同福中路 那這裡同福中路 半個世紀來都沒有怎麼變 變的只是路兩邊那些騎樓 就拆了很多 起了很多新樓 那就留一部分的騎樓 今天我在河南地同福中路 翠和里共和里 嵌口社區這些的 路窄拍攝 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 下次再見 拜拜